昂達是一個安全性很高的療程 事實上除了X之外 幾乎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如果臉上有像嬰兒肥啊 火雞薄啊這些 或者是雙下巴的困擾的人的話 會特別適合這個選擇 大家好 我是王宜蘭醫師 今天幫大家介紹的是昂達超微波 臉部的輪廓線會產生變化 主要是因為我們臉部的脂肪細胞 它的脂肪團塊開始往下垂 脂肪團塊的周圍呢 有纖維去支撐它 但是隨著年齡增加 這些纖維支撐的力量就會越來越薄弱 因為是內部結構的老化所產生的結果 所以沒有辦法靠外力 把它推一推就去逆轉這個過程 昂達它主要是透過容積的全層加熱 同時加熱真皮層和脂肪層 來達到減脂和緊緻拉體的效果 微波子和直走到真皮層和脂肪層的交界這邊而已 它的深度沒有到達那麼深 所以跟昂達的功用和深度其實是差蠻多的 那昂達這台機器因為它有比較大和比較小的兩個碳頭 比較大的碳頭主要的針對是在溶脂 當然也有真皮層的刺激 但比較小的碳頭就會花更多的能量在真皮層刺激和膠原蛋白新生的部分 所以兩個碳頭各有各的功用 不管哪一個碳頭 我們在整個做療程的時候都會一起使用到 微波打在臉上會熱熱的 但是並不會說很燙 因為它的手法本身都有5度C的冷卻保護的效果 所以表層的皮膚不會燙著 只有在深處脂肪被加熱的時候 它才會有熱熱的感覺 是一種從裡面熱出來的感覺 但是並不會說很痛很舒服 按碳因為它需要均勻的分布能量 當然它也沒辦法太其中的單一點一直重複打 所以在打的時候會均勻的把能量分布在我們的中下臉 一直到脖子還有雙下巴的部分 所以打的時候會採取一種回旋的打法 特別像在嘴邊肉這些大家都很在意的地方 會用回旋的方式一直回旋一直回旋 讓熱量均勻分布 打到整個區域全部都加熱的效果 雙下巴的這個區域會特別加強 用比較小的探頭去做深部的加強 到比較下面的脖子的時候 主要追求是可以減少傾紋 所以傾紋的部分一樣會用回旋打法 去讓熱量整個均勻分攤在整個脖子的區域 安打是一個安全性很高的療程 事實上除了孕婦之外 幾乎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當然如果你本身就已經非常的瘦的話 就一般不會建議選擇這個療程 不然就越打越瘦 整個輪廓可能會變得比較滄桑一些 如果臉上有像嬰兒肥啊 火雞薄啊這一些 或者是刷下巴的困擾的人的話 會特別適合這個選擇 一般醫美如果有其他的填充物 譬如說像埋線啊 鋒尿酸啊這一些 金屬埋線不可以使用 其他的埋線的話 原則上並不衝突 但是因為考慮到要給填充物或其他的療程 充分的作用時間 一般會盡量說間隔至少滿三個月 那當然在施打的時候 如果已經知道說有埋線或填充物 還是會盡量避開之前有施打的區域 一般如果臉上有明顯的皮膚表層的問題 譬如說痘痘 還是會建議說先把痘痘或過敏之類的表層問題先處理好 再進行昂達 隨著不同的年齡層需要 如果還比較年輕的時候 可能先從肉肚或是平常蜂巢開始 年紀再大一些 可能就要考慮其他的像玻尿酸啊 或者是膠原蛋白的增生劑 但是因為昂達它處理的深度 或者是它作用的部位跟其他的療層 還是有復古的地方 所以可以跟著年齡去決定說 要不要搭配其他的療層來處理就好了 昂達的術後保養其實沒有太困難 因為它不會造成療層的傷口 最常會發生的狀況就是 做完之後有一點稍微熱熱的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並不特別建議冰敷 主要是希望說它熱能的效果可以持續的久一點 但是通常不會太不舒服 讓它自然緩解就可以 然後就可以整個熱量均勻的分散在區域 按讚不就很小的 不要不要不要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按小鈴鐺喔